大家好,我是小老妹 小老妹今天又来爬山了 这里是景瞻山 就是蒙海县内的景瞻山 离蒙海县还是比较远的 景瞻山上有一个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景瞻八九亭 景瞻八九亭是建于康熙年间 主要是从事佛教的一些宗教活动 这里就是景瞻八九亭的大门了 是南门 景瞻八九亭的一个简介 位于蒙海县的景瞻山上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景瞻八九亭保护系的 这是一些注意事项 就游客过来的时候 进门之后是一个很陡的一个台阶 两边都是在打坐的河上 两排 这边就是景瞻佛寺了 这里还有燃烧的香炉 我进去看看 也是金碧辉煌的 和大部分的佛寺差不多 这边也是有很多小佛供奉的 这里还有职业的 还有床 这里的藕叶 还有连棚都是金色的 在佛寺的一边 这是一棵菩提树 你看看年轮 这棵树真的是超大超粗 估计得一二十个人围起来吧 千年菩提树了 这里就是一个八角亭 看这边还有小门 但是这个门是锁着的 进不去 这里面的一些食物 大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里还有升起的国旗 这是一个很尖的一个大塔 累死了 这个地方位置有点偏 就是如果你自驾游来的话 是很方便的 如果自己来 就需要倒好几边车 才能到这里 是不太方便的 这里就离镇是比较近了 离蒙海线的话 就有点远了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击关注点赞 评论去留言 拜拜